解放军陆军三架直升机 直8G 直10以及直20 以编队形式正进行适应性飞行训练 值得一提的是 直8G是首次参加中国航展 它的距离地面的高度已经是非常低 甚至可以说是贴着地皮飞 直8G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可以采取这种外挂绳索 这个吊砖的方式 吊砖一些轻轻车辆 比如说这个山坡突击车 这样的话呢 它不仅可以在激将的过程当中 投送作战人员 也可以把山坡突击车 投送到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区域 另外首次参与的 还有解放军海军G-20舰载型直升机 也是第一次公开亮相 陆战队员是从直20J滑降下来 那么从我的位置看 他们的动作非常的迅速 那么直20J悬停也是纹丝不动 除了中国大陆本土各种机型 像是俄罗斯的苏凯57 也是这次珠海航展一大亮点 在空中进行落叶飘 以及悬停等高难度动作 都难不倒苏57战机 不仅如此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 也是时隔八年再度现身中国航展 将和中国空军8E和红鹰表演队 同台演出 而随之为期六天的珠海航展 即将在12号登场 最受瞩目的还是全球五大隐形战机 同时有三款齐聚 兼日时兼35A以及苏57 届时将同台秀肌肉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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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�